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半个中国人 我很喜欢学习中国文化 我觉得会了中文挺好 会了中文我可以看更多的动画片 娘娘娘娘不好了 那只破猴又闯祸了 首先偷吃攀桃 另外您知道吗 他也把赤脚大仙给骗走了 后孙悟空回家路上路过了太上老君家 结果他把太上老君的仙丹都给偷吃光了 娘娘娘娘你快想个办法吧 我也很喜欢西游记 还有他里面的每个人物 因为他们都有不同 就是那个破猴子 您知道吗 那个妖猴孙悟空在台底龙宫闯完祸 又去幽冥界那闯祸 然后又来我们天宫这闯祸了 我要抓住这个小妖猴 哎哟 哎哟二郎神啊 我可把你给找到了 有个贵干 你知道吗 您的舅舅 玉皇大帝专门派我来请你去 来说打这只妖猴孙悟空 他去哪都传祸 其实二郎神不是很喜欢他的舅舅玉皇大帝 因为玉皇大帝 惩罚过二郎神的母亲 我和弟弟经常演一些西游记的东西 我们喜欢做一些手工的西游记道具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